我們今天查經《雅國書》二章九到十三節 其實第八節開始讀 經上記著說 要愛人如己 你們若全守者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們若案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鐵島 他就是犯了中條 原來那說不可奸任的 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奸任卻殺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 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成 我們祈禱一下 親日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話語是充滿恩典 充滿能力 能夠改變生命 求你幫助我們活在你的恩典之中 亦都跟從你的話語 開我們的生命和你的話語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對 對 好 因為我這裡 第八節中間分了一個新段 這本和下本分段的聖經 《雙行》本聖經 你先開始吧 你試一下 將第八、第九節 即是用普通的語言來解讀出來 經常這樣說 就要愛人 好像愛我們自己這樣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些律法 就是很好的 但如果我們是看別人的外表去看別人 那就是犯罪的 被律法呢 停 停 你看是誰打你 Janny 停了 停 停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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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經文裡面 好 Kate 他已經簡單講了出來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些 有什麼特別的重點字眼 我們先讀了 雅各書二章八節至十三節 剛剛講到愛人 即是有什麼 我們想 關於愛人 有什麼 insight 有什麼 看法 個個都可以講的 首先你講到愛人 首先要懂得愛自己 為什麼愛人要懂得愛自己才能夠愛人 如果自己不懂得愛自己 你基本上 如果自己都經常都很低沉 很不開心 你都不懂得去愛惜自己 你是不會去感激愛人 是 因為不懂得愛自己 人就會 看少自己 也會很容易看少人 而且對於人會有負面的看法 好 那愛人 你會怎樣簡單地定義 關心人的需要 對 留意到人的需要 對 OK 我們跟普通人說愛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人說愛跟我們說是有不同的 有些人說我愛他 我很喜歡他 的時候跟我們說愛人有什麼分別呢 有人這樣說 普通人說愛就是 我和你一起去玩 他覺得這些都是愛的 如果基督徒那個分別就是說 我不單止和你一起去玩 我和你一起去死 這樣呢 那種的愛可能有分別 我願意為你犧牲 或者付出代價 OK 還有沒有人想補充 說一下愛人 其實你會簡單怎樣去解釋這件事呢 其實簡單愛人就是祝福人 就是想幫人 對人好 但是用一個別人覺得是好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 都有很多父母是這樣的 就想愛他的子女 不過方法呢 他的子女又不太接受 那他可能真的出於愛的 譬如他 教導他很多 他都幫他 不過他子女不受惡的時候 變成他不覺得他愛他 那時候父母可以怎樣調教呢 就是用他的角度 用那個角度 就是用兒子的角度 和兒子想 不是說我覺得對你好的比例 而是他覺得好不好 他覺得是否真的需要這樣 這是要溝通的 其實這裡有兩個位置 我想說一下 就是這樣的 譬如有些子女 他覺得 你對我好 你就買什麼給我 你對我好 你就不要做什麼 不要跟我吵那麼多 這個就是那個子女的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父母始終知道 原來他在一個位置 他接受不到我普通人 認為愛的方法 我都不能夠用 就是不夠教導他 但我調教 但我未必要去跟隨他的位置 這件事情 我們明白了一點 譬如我們有時候幫助 輔助一些人 我們就不是說 他 他說我不想知道我的現況 我只是想你呵護我 我們就不是根據他的要求 不過我知道他很需要呵護 我也呵護他 不過我不是只呵護他 所以愛人 都是根據這個人的需要 以及他的狀況 他未能夠去得到 完全接受到直接的話語 我們就不用這個方法 就一步步 總之愛人就是對人 不過 儘量是那個人能夠接受到的方法 好了 這裡說到至尊的律法 因為神的律法是至尊貴的 是至高的 是最好的 所以耶穌也說 律法一點一環也不能廢去 但同時我想說 聖經有說到一件事 在舊約已經說了 將來我和你另立新約 在耶利米書第31章說到 我將來會和你另立新約 然後在新約的時候 也說到 在加勒太書 他說 因為你們經常搜捷旗 我為你們擔心 很久地說 然後在哥羅西書 就說到 月索、捷旗、安息日 這些是後事的影兒 那形體卻是基督 這裡說出來的 就是舊約有律法 有道德性的律法 以及有禮儀的律法 在這些經文 告訴我們 譬如 這個憲制 我們今天已經不需要遵從 因為耶穌已經一次過 一次過獻上這個祭物 所以我們反罪 我們不需要找牛羊去獻祭 很明顯 這個章 即是這個舊約 這種屬於禮而不是道德性 因為它這個方法是 在一個代表 因為 希伯律書也說到 其實這些祭物是預表基督的 即是耶穌才能夠叫這些祭物有下 牛羊是沒有屬罪的功效的 功效完全在耶穌的身上 他在希伯律書第九章 有說到一個句話 他說 他是屬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 即是基督 屬了人在前約之前的約 即是舊約所犯的罪 所以我們對於律法 有一樣的明白 就是舊約有道德性的律法 我們今天有一樣跟從的 但是它裡面有一些禮儀 或者它的節旗 憲制那些律法 我們今天不需要跟從 因為聖經有清楚說到 這是一個影兒 還有這是孩童時候 希伯律書有說到 在孩童的時候教養它 讓它明白這個真道 好 所以這裡說到 我們愛人如己 我們要守這個律法 由第九節呢 跟這個 是相連的 其實跟上一段有相連的 有些什麼相連呢 你們要按愛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 那這裡特別是說到 跟什麼 跟第八節有對比呢 跟第八節有對比呢 跟第八節有對比的 如果按愛貌待人呢 就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律法 那我又想 剛剛我們說到律法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呢 神的什麼屬性 這個經文未必看到 是背後神的屬性 讓我們能夠明白神 以及欣賞神 神在律法上 他的屬性是什麼呢 大家放膽就可以了 神在律法上是怎樣的 完全遵守 是的 完全遵守 他叫我們悔改那些 他不需要悔改 天父不需要敬拜 但耶穌也有敬拜天父 除了之外 神是自己做的 這個遵從呢 除了遵從 神有什麼屬性呢 關於律法方面 如果有屬性 他會遵從 他的背後 他的屬性 在律法上的屬性 他的性質 聖結 是的 他的本性 就是完全遵從的 我用一個圖畫給大家想像一下 因為很多人對於神有誤解過 他說 我很慘的 我很多罪 我很多軟弱 我不行的 我真的不達標的 神都是不會喜歡我的 那個感覺就是用人量度 但事實上 用這道律法來說 神的屬性是怎樣呢 神就是會 看到他 就愛他的 雖然如果審判 神就要按律法審判他的 但是 律法也是說到愛人的 神就是完全的本質 他就是充滿著愛的 他一見到人 他就會 不理他怎樣差 神都接立他 知道他是很不行的了 但是神的本性 他不會說 你這麼差 我不會愛你 他的本性 就會有一種很高的接立 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大家接立到 就會對神 信心大很多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怎樣 我不達標 神都是不喜歡我的 我不是一個好基督徒 所以神不會喜歡我 就會覺得很有距離 但是如果我們深信 神一見到我們已經是想憐憫 他想愛我們 他就是愛人的 很想祝福我們 那我們就有信心了 是不是 很有信心 我一來到親近神 立即得來 我自己都是天天 我祈禱都會這樣的 我一祈禱 神現在很歡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做 這個互動式的禱告 就是我一親近神 正經說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愛神 神是很歡喜的 將我們放在高處 叫我們成為尊貴的 他很欣賞 神為愛他的人 所以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他是很喜歡很喜歡的 所以我就說 我感激神 我一讚美神 神就很歡喜 很開心 那這一種信心的意念 大家不要覺得是驕傲 我根據聖經所說 我有信心的意念 他很歡喜我親近他 就會令到我怎樣呢 很放鬆 很開心 很開心 有信心親近他 所以希望大家 經常記實這一點 神是很容易親近的 你一親近他 他會歡喜若狂 興奮得不得了 我們就有信心了 好 接著我們看這裏 第十節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眾條 這句經文看上來 好像很難明白 就這樣意思解釋 誰想把你的意思解釋出來 我們想遵守全律法的人 一條犯了 犯了一條戒命 就是犯了眾條 聽起來好像覺得很難 為什麼會這樣呢 時間關係我就解釋一下 例如一個人 他不是犯很大罪 他只是生氣人 他不是殺人 他沒有偷東西 他沒有搶東西 他沒有做一些很嚴重的傷害人 他只是生氣人 當他生氣的時候 他的內心會怎樣呢 他會有什麼產生 對於那個人會有什麼看法 不喜歡 自然是不想祝福他 自然會小看他 和他的關係會有問題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然後他又會怎樣呢 他祈禱覺得不通 和神的關係會有問題 他也在侍奉的時候 他又會有些阻滯 他在侍奉的時候 譬如他上港台 他上港台 他剛剛說的是什麼呢 要愛人如己 要遙恕人的時候 當他的心在生氣的人 他說我過去遙恕 不過這個真的不行 因為他很大攻擊我 所以我一定要生氣他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 他的心是很不強 他會影響他的事奉 和和神的關係 也影響到他幫人幫不到 他想幫人的時候幫不到 如果他這個憤怒不處理 當然他處理就能夠處理 但如果他不處理 他一直說 他每個人都可以言說 不過這個真的 我受不了他 這個人真的 我一定要生氣他 他的心裡面 就會有很強烈的 這種憤怒 影響他 他全部的律法 他都會影響 那這個奸人有沒有犯呢 他可能犯什麼呢 他不能夠再愛他的太太 或者丈夫 不能夠愛他的配偶 都不是忠心於他的配偶 都是奸人的一部分 其實也會這樣 他會有傾向 會喜歡找另一個人聊天 多於自己的太太和丈夫 有時候人憤怒 很多人處理不到 他就會喜歡找第三者聊天 舒服於太太和丈夫聊天 這也是有他傾向的犯法 也在神眼中 他不只有一條 在神眼中 他整個人都污衛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句話 是很有智慧的 我都想了很久 我發現 犯一條 明明犯一條 為何犯中條 但我明白一點 就是 犯一條界明 是污衛了整個人 污衛了整個人 和神的關係 好了 在這方面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犯一叫我們不要做 他就 不要做 他就不要做 相反 犯一叫我們做 他就做了 在這裏 神做了什麼呢 他叫我們 你犯一條界明 你就犯了中條 即是 他是怎樣的 是一條都沒有犯 是一條都沒有犯 亦都他的聖情裡面 是怎樣的 是完美的 整個神是完美的 即是說 他 任何人 有任何的問題 都好 他能夠 很正面去看 能夠接納 他這個人 雖然有不同的罪 他能夠接納 並且 他還會去幫他 他會有個計劃 去提升他 去醫治他 去安慰他 即是 整個計劃 是由頭到尾 去怎樣幫這個人 這個就是 神那種的傳避 所以當我們明白神的傳避 我們就欣賞神了 祂是甚麼都做了 祂會接納人 愛人 赦免人 祂會提升他 有計劃 有行動 所以我們可以對神 更加有信心 祂是全部都做了 我們今天就 我們看完 很簡單看完下面那裡 原來哪說不可奸淫的 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奸淫卻殺人 刑事成了犯律法的 即是你不犯一條 但是犯另一條 都是犯了律法的 而當你犯了律法的時候 你就是 好像犯了 即是總之在律法上 你就定你為罪 你就 在整體上 你都會不止一條界明犯了 你會犯了其他界明一起的 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 受審判 這裡有一個形容詞 形容的phrase 英文 phrase 不是一個詞 是一個phrase 一個phrase 有幾個字組成 這個形容的phrase 是什麼 大家看到嗎 自由的律法 大聲一點 不是 受審判 是一個行動 它那個形容呢 不只是自由的律法 是什麼 使人自由的律法 這個呢 我們要習慣 但是中文呢 也有時候用這樣的字眼 但是呢 希列文 其實新約聖經是 由希列文翻譯的 是一個很多形容詞 或者副詞 的phrase 有時候整個 有時候幾折經文是 同一個句子 連在一起 一親一撓 這裡就說到 律法是使人自由 它是能夠叫人自由 那你就問了 為什麼律法會叫人自由呢 因為我們越行律法 就越自由 但是越不遵守律法 就越不自由 就被罪越捆綁了 越行律法 為什麼越自由呢 我們越愛人 祝福人 心裡沒有鬼詐 沒有任何憤怒 整個人就很輕散的 我自己很體悔 因為我自己以前 我處理罪 不是很透徹的 總是脫漏一些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會脫漏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看到神這麼大的愛 這麼大的恩 和生命可以使用 我就很刻意處理罪 就是任何的 以前周時會這樣的 那個人不好 我總是想著他 為何這麼壞 有些不喜歡 總是容許他停留 不會說 我不要這件事停留 總是一睡覺 就想起那個人 這種情況 是沒有一種刻意去處理的心 但是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很留意這個人 因為我經歷到喜樂 整個人喜樂 一有這些意念 就不喜樂 所以我就很刻意地處理 我發覺處理之後 人真的鬆了很多 所以我現在 我不喜歡犯任何的罪 我發覺犯完的罪 他會馬上覺得內疚 然後 不是很想祈禱的 又不敢祈禱的 又會 在事奉的時候 覺得有很多內疚 我發覺一連串跟著下去 又內疚又不敢祈禱 又覺得 又看笑自己 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真的不好 這種一連串 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一連串的不好的感覺 是一抽一柔跟著來的 但是當我們走在神的恩典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現在完美 而且我們怎麼都是求主四面 但是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那一陣子 就整個人鬆了 整個人喜樂 但是我們不是靠律法 而是靠恩典 但是當我們在恩典之中 繼續犯罪 正如律法會指控的 相信神射罪 但是一路犯罪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呢 但是我心裡就覺得 神是愛我 不過我真的不是很合資格 真的不行 那我心就會有一種很強的內疚 但是如果我們在 有信靠神寫給我 我又遵從神的誡命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輕散 我不是靠律法 但是 罪就好像什麼呢 罪就好像 一些髒的東西 進了一些乾淨的東西 譬如說 你喝一杯牛奶 牛奶 牛奶就白的 那如果 為什麼那些牛奶 那裡有一些 一帶黑色的呢 一看就看到了 那時候呢 是整杯牛奶 你都不想喝的 那這個就是 那麼多的污衛 就會令到那些牛奶破壞 那我生命也是的 如果我們 在神的愛中 就平安興省 但是 有那麼多的罪 就會整個人 你不會說 我的罪就是這裡 這裡不舒服 別的地方可以舒服 整個人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知道 最好行完神的律法 遙說人 祝福人 放下罪求 至於赦免就最好了 好了 同時 律法叫我們自由 不過同時都審判過 到時是逐樣逐樣審 而且審得很細節 為什麼審法呢 不只是審的行為 審了言語 審了內心 思想 審了態度 表情 譬如說話的時候 那些表情 挖住人 不要態度 都審了 那你說死了 我很害怕 很害怕 就求此赦免 神就赦免了 很簡單 神的義徒在我們身上 這樣就很輕鬆 但如果沒有悔改某些罪 神一直追查的時候 是一連串的 為什麼呢 你氣他 你的態度不好 你說的聲音不好 心裡憤怒 因為這樣 你就跟神有距離 然後你就事奉 全部打死折扣 什麼東西都打死折扣 神一直數的時候 是很多東西數出來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 以為犯些少罪行不重要 其實任何罪都很重要 但是 神是一個卸罪的神 馬丁路德有句說話很好 他說 很多人很難相信 我們是大罪人 我們通常覺得我們是罪人 不過不是大罪人 不是很大 很嚴重的 大罪人不一定是殺人放火 才叫大罪人 而是 我們總是懂得犯罪 很多方式 我一生氣人 然後會拒絕他 然後會排斥他 然後會排斥他 心裡藐視他 一連串的 整個人就受影響 所以 神是知道我們是大罪人 不過 很有趣 人不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罪 到了犯罪 我都是不敢找神 很多人有句說話 我現在要休息一下 我現在不 英文 take a vacation from God 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即是我在神那裡放假 先休息一下幾個月 等我休息完 我才回到神那裡 其實這個觀念沒有錯 好像我要搞定自己的罪 其實是搞不定的 神是大罪人的救主 當我們知道自己是大罪人 我們就求主赦免 即刻赦免 但很多人也很難相信 第一很難相信自己是大罪人 第二很難相信 耶穌真的赦免 那 我經常觸實神的英雄 他赦免 我形容好像拍燈鍵 你拍燈鍵 他的燈鍵不會說 今天我決定不開燈給你 不會的 如果他沒有壞 他每天都會開燈 所以同樣 我們既然知道 神一定赦免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神是公義 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那我就觸實神的英雄 神一定赦免 那我就輕省了 我就求主幫我改過 我們真的會受審判 這個審判 是很… 當人在罪中 是可以說很害怕的 譬如馬太25章那裡 沒有侍奉的 將那些恩賜埋藏 以及沒有做在小大英身上的時候 可以很嚴重的 甚至最嚴重的 離開救恩 那些真的跟神已經失去了關係 如果不是很嚴重 還沒有那麼嚴重 他整個生命都會污染 其實都是很醜怪的 又很醜怪 又沒有什麼果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在活著神的愛 又處理生命 律法是很輕盛的 當我們遵從 你整個人鬆了 整個人開心了 整個人有力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照著律法而行 因為不憐憫的都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完事向審判跨勝 不憐憫人的 是說人 人不憐憫人都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這句話 跟耶穌說的說話就是 天父都不憐恕的意思差不多 我們不憐憫人 神都可以不憐憫我們 一不憐憫就很慘 因為我們每個都是靠神的憐憫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去生氣人 不憐憫人 有些說 好奇 有些是完全不得救 中間有沒有呢 有些是完全不得救 即是生氣人 有些是完全遙恕人 祝福人 中間有很多位置 還是生氣一些 還是不想見他 有時不想跟他一齊事奉 很多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一些卡住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中間發覺 我跟這個人 我不喜歡跟他相處 這個人是需要處理的 處理到我能夠祝福他 但祝福他 不代表我一定要跟他做好朋友 這件事是兩樣的 我可以跟他相交 我可以請他吃東西 但我有問題 我不是一定找他 我有師父 我不是一定找他合作 這是我分開的 即是說 我知道這個人是有問題 我不是說那個人沒有問題 他是有問題 不過我揚恕他 我善待他 但不代表我覺得有事奉 他是適合師奉 他需要處理生命 他處理生命好 他才可以師奉 這兩人是分開的 我善待他 遙恕他 以及這個人配師奉 是兩回事 OK 好 那我今天所說的 我重複再提一提 就是說 我們愛人 而能夠守這個 最尊貴的全律法是最好的 後面有解釋 就是如果你犯了一條戒命 就已經犯了所有的戒命 因為會影響到整個生命的破壞 而律法可以叫人自由 當我們行律法 但是律法都會審慨我們 如果不憐憫人 就會得到不憐憫的對待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不憐憫人 而是時時都想著祝福人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所以這段說到律法 其實律法是美好的 我很多時候講恩典 但亦都是我們遵守律法 但遵守律法是 跟活在神的愛中推動我們遵守 就不是一種在壓力之下的遵守 我們一起討告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 因為你是聖結的神 是慈愛的神 你是滿有恩典的神 你是接立我們的神 主要你是完全遵守你的律法 你是完全沒有罪 你裡面是完全良善的 裡面完全是愛人的 我們感謝你 我們有你這位這麼美好的神 真是我們的恩典 求你幫我們喜悅神的話語 神的聖情 神的聖結 神的公義 神的慈愛 我們願意活在神的恩典和律法之中 因為這樣我們就是得著自由的 叫我們越來越興省 越來越開心快樂 滿有神的力量 滿有神的同在 主要我們有一天 我們都要接受神的審判 求你幫我們有罪 一定要悔改凝罪 求主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都審查不只是我們外面的行為 我們審查我們內心的態度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言語 我們任何裡面有什麼不好的 負面的 我們都不能射臉 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主 愛情 愛情